一年一度的华光碑民俗体育竞赛在草屯雷杖市展开 来自全台七县市1205位选手同场竞赛 将民俗体育的精髓完美的呈现 南投县体育会表示 未来要将竞赛纳入运动爱台湾活动 让鲜明感受民俗体育的丽与美 全国花式扯林顶尖高手黄世伟 大秀拿手绝活104线 帅气的表演赢得热烈的掌声实在精彩 当初因为想学扯林 是因为在街头看到很多人玩扯林 觉得他们很帅 然后开始有兴趣 然后刚好五星国小也有扯林队 然后我也加入 然后就在里面玩了三年 然后都有出来比赛过 我会希望能将扯林带到全世界 然后到全世界能表演 让大家都知道扯林这项运动 一年一度的滑光杯民俗体育竞赛 在雷藏寺展开 来自全台七线市 12005位选手同场竞技 副县长陈振生代表县长黎明珍 欢迎大家前来南投 南投县体育会也表示 未来活动将纳入运动爱台湾 并跟教育部寻求经费补助 继续搬领 那我们也特别要感谢雷藏寺 长期在这一项活动里面 做了非常多的经费赞助 那另外南投县民事体育协会 我们的检士圣检与主任委员 也出钱出力 均匀了七一年时间 也让整个规模越做越大 甚至于水准越来越高 从今天所表现出来的几个表演团队 确实都是上上之险 甚至于记忆非常精湛 所以值得我们继续来推广 今天体育协会 我们内进棉博之力 在提出增出十万的经费 来帮帮我们的学童 让他们的表演 有一个茶水喝汤来用 我们非常愿意 来变入这个年度的预算 我们就变成运动爱台湾这个活动 向体育室来增出这个机会 经费 让这个孩子有一个表演的舞台 县议员简四胜 以及简锦贤 看到学生精彩的表演 也都惊叹不已 希望学校能够继续推广 民俗体育活动 让大家感受民俗体育的利益妹 这是一个非常大型的 传统记忆民俗活动 我们真的很由衷希望 包括所有的学校 所有的单位的权力 来支持民俗体育 让我们民俗体育 可以更花光花热 让我们这个传统记忆继续传承下去 想花异的一面 就是快乐 我们学生方面 在他们才艺方面 能够进行的发挥 这也是我们想乐意快乐 在此也特别感谢 我们每一所学校的校长 以及各位老师 你们的付出 在今天都呈现出来了 参加展演的学生们 动作一致 充满精力 展现学生该有的气度 与活力 就知道民俗体育 对学生们的好处 由于民俗体育竞赛 已经进入了第七年 规模一年比一年盛大 除了希望推展到国际之外 县府也将演绎 将相关的表演 纳入南投灯会之中 让众人欣赏 众人欣赏